比赛建房,这里有六个大平台,熟悉我的人肯定都知道,我喜欢紫色,就选这里建房好了,跟我的心事很大 选房子有什么气质啊,重点还是要看技术 哼,臭表姐,跟我今天是好看的房子,你就等着膜拜吧 这次我打算建个海上大别墅,别墅当然要大自现的大气啊 把旁边那块地移民收进我的地盘,接着把房子的框架搭出来 底座建好,四根柱子连起来,大概七层高,不多不少,这样住起来才坑长舒服 另外一边也做成同样的高度,不用太规则,随便摸个造型,待会儿才可以自由发挥创造 首先在门口这儿立两个石柱当作大门,顶部自用紫色方块搭一个三角屋顶 姐姐,你连个大门都这么复杂,那里面得多漂亮啊 嘘,低调点,屋顶不能全白也不能全紫,两种前合就很不错 对了,还有楼梯啊,没有紫色楼梯我就先做一个吧,来出模型工作台 按照楼梯的形状弄一个L型 再制作出来,保定了,自己做的楼梯就是耐看,你们觉得紫色的楼梯好看吗 不过楼梯只有紫色太单调了,于是我又做了一个白色的楼梯 嘿嘿,是不是更好看了 现在开始装修,左边的大房间是准备用来登餐厅的 我喜欢能看到海景的餐厅,所以墙面全部用玻璃 一边吃饭一边欣赏海景,多美啊 把餐桌椅子先板上,这么大的餐桌我就可以邀请我的小粉丝一起来了 旁边在放些好看的盆栽,门口也装上鲜花,吃饭都是满满的饮食感 接下来装修二楼,二楼我准备用来做客厅和卧室 外加休闲阳台,这边多处的地方就是我的休闲阳台了 还有一把大大的阵阳法,再摆上椅子,晚上在这里吹吹海风,多舒服呀 还差内部装修了,楼梯上来就是储物柜 平时拿东西以后很方便,做个屋檐把箱子保护起来 客厅别的不多,沙发一定要多,拎起来能躺平,小粉丝来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粉丝当然成熟了 电视机也不能少,这可是玩游戏灵机的标配呀,而且还是超大尺寸的,你们喜欢吗? 最后把我的游戏小床布置好,二楼的装修就完成了 怎么样,看起来是否很不错,我的海景民宿房子,你们给它几分呢? 零分,小白妹,你的房子好丑啊,全都是紫色的 看看这厨房,真丑,乱糟糟的一团 还有这餐厅啊,不好看不好看 再去二楼看看 咦,这都是装了什么学校啊,丑爆了 还有这个暗门啊,不会是你藏私房钱的地方吧 这阳台也不够舒服,沙发太硬了,差评 臭表姐你一口一个不好看,一口一个差评 我倒要看看你的房子有多豪华 这是什么呀,表姐的家还有一堆攻击保镖 看着就很危险,危险就算了,金头门还靠我头 哎,这一项目表姐长这么耳,看看表姐中修的怎么样 一楼是卧室,还有一个室内农场 这是什么操作,二楼有火箭翻射塔 另一边是钢琴房,好吓唬,我的是中式现代风格也理解 表姐你这是什么风格啊 写的是江南风格 我看是中式级古堡风格吧 小伙伴们,此分期交给你们了 你们觉得我的海景别墅和表姐的古堡哪个更好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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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